它只发生了一次2.8级的地震 这个地震是在4点55分的时候发生的 那么除了这个2.8级地震之外 一个3级以上的余震都没有发生 就是这一次地震 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 地震发生后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 立即启动地震跨区域应急救援预案 立即调派卢州支队地震救援队 及卢县大队赶赴镇中开展救援 并核查灾情 同时命令成都 自贡 盐阳 乐山 宜宾 内江 梅山支队地震救援队 立即前往镇中增援 在卢州市卢县龙桥社区四组救援点 经过近一小时时间搜救 消防员配合120将被困者救出 9月16号6015分 龙昌市消防救援大队地震救援分队 三车13人 到达内江市距离镇中最近的龙昌市云顶镇方向 现场道路情况基本良好 个别房屋出现轻微破损 通过现场排查 发现三名受伤人员 目前 消防员正在对房屋进行逐一排查 截至目前 消防救援队伍共接到24起救援报警 救援力量已抵达镇中嘉明镇 福吉镇 云顶镇 玉产街道开展救援 经侦查 镇中部分房屋倒塌 消防救援力量就地开展救援 已营救出24名被困群众 疏散123人 中文字回应